懷疑我到底是不是打到安慰劑 就是都没有感觉 连发烧什么都没有 那你朋友呢 我朋友他也没有什么感觉 才听到前副总统陈金仁 脸书揭露自己打的是安慰劑 新北市陈先生同样也接受试验 而且打的是货真价实的高端疫苗 不过他直说 施打国产疫苗后症状并不明显 第一天打完的时候 那个手臂是有点痠痛 那但是过了大概两天就还好 第一剂跟第二剂中间 大概间隔28天 你每天要去量测你的体温 有没有很明显的变化 会有电法 在那之前全部都是盲测 因为甚至好像演护士医生 他们都不知道结果 陈先生这两剂分别在3月12号 以及4月7号施打 中间得精力5次回诊 抽血心电图都得做 他说打完测试疫苗 症状只有手臂稍微酸痛 而且受试过程中都得详细记录 包括是否发烧身体变化 或是日常生活中 接受其他医疗行为 都要记载 回诊时跟医师讨论 直到7月底就能到医院 看报告个别解盲 感恩 pickled 词 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